资深老派的特务毛仁凤 与蒋经国第一回合过招失利之后 他就想到要找个女人给蒋介石吹吹枕叶凤 这个女人当然非宋美龄莫属了 一方面宋美龄对毛仁凤印象不错 另一方面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得一样 于是毛仁凤备好了厚礼来讨好宋美龄 宋美龄念往日情面 就在蒋介石面前不断地帮他说好话 这样一来毛仁凤的局长宝座算是保住了 毛仁凤从一个小小的县级科员 爬上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的位子 靠的就是忍和狠 第一次较量吃亏后他没有着急 而是在耐心等待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第二点他的机会就来了 1951年的一天 毛仁凤毕恭毕敬地递给了蒋介石一份报告 然后笔直笔直地站在旁边 装出一副比平时更加公顺的样子 同时他那双小眼睛却一个劲地在观察蒋介石的脸色 总裁看着看着 他这眉头啊就越锁越紧 最后一生气把报告一摔 说他毛帮初算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不想活了 蒋介石越是生气啊 毛仁凤在旁边就越装出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其实他的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了 这份报告中提到一个人 就是时任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的毛帮初 1951年也就是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大选之前 蒋介石希望亲台的共和党能够在大选中获胜 于是他一边暗中向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 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民主党的炮弹 而这些机密全部由特使毛帮初直接掌管 除此之外 毛帮初去美国还有一个重要职责 那就是代表蒋介石采购军火 当时毛帮初由总统手里的两千多万美金 买军备设备物资 这可是个风筝 可是万万没想到半路就杀出了个程耀金 这个程耀金就是美国共和党的议员诺兰 他在访问台湾的时候提出想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国的军购 这个诺兰是美国国会议员中的亲讲骨干 蒋介石哪里敢得罪 他当即答应 并下令毛帮初将军备公款移交给诺兰 总裁的意思 就是让毛帮初别掺和军备采购了 该干嘛干嘛去 这个肥差没了 毛帮初可急 一气之下 在美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把总裁和共和党之间的那点事 全都给抖露出来 事可闹大 这个毛帮初 打打得真够大 这还不算 毛帮初还携带着总裁给他的两千万美元 潜逃到了瑞士 毛仁凤将毛帮初事件前前后后的细节报告 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 其实他嘴蒙之意不再久 他主要是为了打击毛帮初事件背后的那个人 蒋经国 但是这个事件从头到尾 都只提到了毛帮初一个人 怎么就牵连到了蒋经国呢